来看到好久不见的育人徐怀玉呢 因为经济合约就分两年没有演出了 跟经济公司官司一审遭判200万 而她母女呢 昨天才求助演艺圈大哥 还有民进党立委余天 而今天下午安排她上朱葛亮的节目 马上联系给记者罗佩瑜来告诉我们 佩瑜请说 好主播观众 平民天后徐怀玉选在朱葛亮的节目当中 正式申布付出 不过现在还在和前经济公司 打诉讼官司的徐怀玉呢 今天是表示说她已经片面终止合约了 而未来呢 她也表示未来的这个通告呢 她都会自己来接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访问 你会通告说你自己接吗 还是有经纪人吗 没有自己 自己当 对对对 我没有自己当经纪人 只是自己开始处理事情 自己处理自己的经纪事 看电视啊 尽量可以转到 不要可以看到的地方 但还是会不小心转到 对 然后心情的话 刚开始会比较不能接受 然后到后面就是 到现在这个状况的话 是已经是慢慢接受了 对 所以心情还在调试上面 不同于昨天这个素颜呢 她今天呢 终于是化妆 而且穿上了表演的衣服来上节目 不过今天上节目看得出 她相当的紧张 而且呢 彩排唱歌的状况呢 也不是说非常的完美 这一次呢 制作单位呢 也包了18888元的红包 当作是通告费哦 不过呢 受到只剩39公斤的Yuki呢 今天虽然呢 是选择付出 但是其实就在她录影的对面呢 前经纪公司是选在相隔不到200公尺的饭店 来召开记者会哦 表示说呢 其实她的合约呢 是要到2014年才会终止哦 因此要准备来反击 看来呢 两年呢 没有出唱片的徐怀育呢 付出之路呢 还是得要步步为瘾 好 以上就是现场 最近情况把电动交还给鹏内主播哦 好 谢谢佩宇 我们看到呢 熊华宇呢 昨天才因为经济纠纷呢 就要张了于天来请诉 不过今天就上了诸葛亮的节目 想要付出